2024年3月15号 我这好像好久没跟大伙用那种嘲讽的口吻 给大伙报一个好消息 因为出来了之后呢 我总觉得再用这种口吻说话就涉嫌不厚道 是吧 所以就一直很忌讳这个事 但是今天这事还真是个好消息 上海啊苏州啊在2023年年底出台了一些关于二手房的这个利好政策吧 取消限购啊取消限售 那么昨天呢杭州也推出了差不多的消息 就是取消了杭州二手房的限购政策 听好了是限购你可以随便买了 以前是又限购又限售又摇号的是吧 那么取消了限购到底会对杭州的房市行情吧 有什么利好咱也不知道老王这瞎打听啊 就看看杭州现在的房价是什么情况 或者已经到了什么程度才能倒逼杭州政府做出取消限购的这个决策啊 首先一个杭州有一个特别著名的当年一开盘有万人摇号的盛景 就是杭州的梁柱杭州梁柱未来城2021年三万六一平米 现在挂牌价是两万八一平米 杭州三堆有一个金地的项目叫金地自在城 从21年的四万七千九一平米跌到了现在的三万五千三 没人买 还有一个是杭州比较著名的学区房啊 叫文鼎院当年排队买都买不着的地方 那么文鼎国际从2021年的八万八千三一平米跌到了现在的五万九千四 附近的杭州翠苑一区从四万六千四一平米跌到了现在的三万三千五 杭州另一个学区房 油店新村从21年的九万一千九一平米跌到了现在的五万三千一 没人买 跌了百分之四十二 基本上快腰斩了啊 当然这个不是成交价是挂牌价 杭州另一个比较著名的学区房叫彩河新村 也是从六万块钱跌到了现在的四万块钱 跌幅百分之三十多 杭州的萧山前江世纪城也跌的比较狠啊 萧山创世纪从七万八千四跌到了现在的挂牌价六万五千七 萧山老城区的高桥小区从三万三千六跌到了现在的两万四千二 基本上整体来看吧 整个杭州周边全算上啊 能够保持21年价格的几乎就没有了 只要是挂牌的都是挂了一年以上的 最长的呢 就是降价降价再降价 已经是从二六二一年挂到现在 降的越狠越没人买 然后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连看房的都没有 这个也是房产经济啊 和当地的二手房市场比较有代表性的吧 其实好像深圳的也是这样 我深圳的几位比较熟悉的朋友 他的房子最长的挂了三年半了已经 到现在呢 已经降了十几次价 就是挂个半年三个月没人看房 连问的都没有 2021年22年 还有人看看房 23年还有人打打电话 到23年的下半年一直到现在 价格是已经降了百分之二三十了 嗯 然后一直到现在连个问价的都没有 那你说这个市场什么样 也有很多朋友问啊 老王是不是到了抄底的时候了 什么时候才是抄底的时候 这个东西 你问我 我要是知道什么时候是抄底的时候 我自己抄好不好 我告诉你 对吧 另外一个 我之前十几年前吧 二十几年前 在厦门开饭店的时候 厦门的这些开饭店的小老板 都是做快餐的嘛 那么有一个理论 或者叫定律 什么定律呢 我们管它叫猪肺定律 哎 菜市场里边 关于肉食 可能最便宜的就是猪下水了 肚子里这堆东西 那么猪肚子里的东西最便宜的呢 那就是肯定是猪肺子 到哪儿啊 应该都差不多 这个东西呢 你说它好吃吧 也没那么好吃 它就是个便宜 做不好呢 还很腥 但是对于快餐店而言 它好歹算一个肉菜 是吧 算个荤腥 那么家家户户 基本上都会去买猪肺 大酒店 或者高档一点的餐厅 基本上都是每天早上啊 七八点钟之前 人家就采购完了 它要买最新鲜的 那么剩这些小店呢 就中午左右去买 稍微不那么新鲜 剩下的还有一些 就是自己开火的 比较拮据吧 比较会省钱的这些人 他们就每天都会等着吃免费的猪肺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可能早上我去的时候 去采购猪肺 新鲜的 刚杀好的 那么多少钱呢 他不按斤算 十块钱一个 在厦门 这一个有个二三斤 还带着气管啊 带着那个喉管 都是很好吃的地方 但是到了吃完中午饭左右 你再去菜市场问 如果他这个猪肉摊没卖掉这个猪肺 你问他多少钱 五块钱 六块钱 就便宜了很多 那么等你吃过晚饭之后 你再去问这个猪肺 他如果还是没卖掉 每天肯定 这一个菜市场里 总会有那么三五家 是卖不掉的 会把这个东西剩到晚上 你再去问 多少钱啊 老板 一块钱了 五毛钱了 随便给点了 就是这种了 就跟不要钱的差不多了 是吧 但是这个时候他还要钱 怎么办呢 就是我说的那种自家开火 特别会算计的 就是接着等 就站在猪肉摊旁边 干嘛呢 闲逛 叼个烟卷 跟你闲聊 聊一会儿 这个菜市场要关门了 他要收摊回家了 怎么办啊 剩下的这个猪费 啪 就扔到了过道里 就是每天清垃圾的地方 这个时候你过去捡起来 就他们拿回去洗一洗 其实他也不会说是 就腐败了 就不能吃了 都不会 就是有点干了呀 或者有点比较臭败了吧 回去洗一洗 泡一泡 煮一煮还照样吃 做好的话 和早上大酒店最新鲜的猪费 那个味道是没什么差异的 因为猪费很腥 你回去又焯水 又要干炒 又要加辣椒 你说能吃出来什么不一样吗 对吧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猪费定律 其实现在的房地产也好啊 或者股市也好 你看中国股市 或者老股民都知道 叫追涨不追跌 这一只股票往下跌的时候 大家赶紧卖 因为跌无 跌无止境 你不知道他跌到什么 什么程度算一战 特别像中国呢 现在中国特别是国内的股票吧 什么创业版啊 什么这一类的东西吧 也别都说出来 是吧 怕影响你们的判断啊 那么这种股票跌着跌着 它都不是跌停 在中国现在的经济状况之下 可能跌着跌着就跌没了 停牌了 是吧 所以你说是不是要追涨不追跌呀 那么中国的房地产呢 也符合这个逻辑 2014年15年16年17年甚至18年 这几年 你看大家全民炒房的时代 全民炒股的时代 是吧 股灾过了 那个时候还一群人在那议论 哎呀 抄底的时候来了 每天都是心底 对吧 这就是追跌的 你说他们倒霉那就活该呗 破产跳楼也算活该呀 一个经济学定律就摆在那 一个市场规律就摆在那 人家都去追涨 你非得追跌 那就那就怪不得别人了 是吧 现在的房地产不也是这样吗 你看着前两年的房子 深圳叫华润的房子吧 去年的挂牌价 还是1600多万 到今年我一看 有两套成交了 1200多万 你说差多少 是吧 可能到今年年底 还是同一个楼盘 你再一看八百万了 你说到抄底的时候了吗 它还要跌呢 是吧 这才哪到哪啊 所以 这个东西 它是符合市场定律的 你看再给大伙讲一个 差不多的故事啊 比如说家电 家电的更新啊 淘汰啊 换代啊 其实非常快啊 特别是我做物流的时候 有一个韩国的品牌 它的一些旧的家电 就是老款的双筒洗衣机 家电下乡 农村都不买 打折到二三百三四百块钱 一台都没人要 你说得老到什么程度 但是这一批洗衣机呢 它有一个好处 质量特别好 你用个五年十年不带坏的 但是就是款式太差了 农村基本上更换洗衣机的一个 主力军吧 就是结婚的 装修新房子 你说谁家装修个新房子 买一台九十年代的老款啊 所以这一批洗衣机在2008年09年左右 就陆陆续续的全给收回来了 收到我的库房里开始 就是几个处理方法吗 是继续卖啊 还是在返厂啊 返厂所谓的返厂是返回韩国 你说整个的费用是多高 甚至返厂都别说了 在我的库房里 它占地两千多平 一天一平米一块钱 每天它要支付我两千多块钱的 库存成本 仓储成本 所以你说这这堆垃圾 是不是就是跌无可跌 跌到最后成了负资产了 可能房子啊 现在你们砸在手里的股票啊 是吧都差不多会跌成负资产 就是跌 它并不是说跌到清零就完事 只要有一个东西 它要是符合市场经济逻辑 它就能跌成负资产 刚刚我说的那个租费也差不多 这个猪肉贩子拿回家 你说它是吃还是扔 对吧 甚至他还得 他想拿回家的话 不扔的话 这个两分钱的塑料袋 是不是他得浪费一个 对吧 这个就是负资产了嘛 所以权衡利弊还是扔了吧 就好了 那么这批洗衣机到最后的一个处理方式呢 是我找甲方去聊 我说你别往韩国运了 连运费在清关 这堆破烂的东西 你拿回去也是个猜 它也不值钱 是吧 我说你干脆 我给你算算 就冲底一下一年的仓储费用 你占了我两千多平 我这去年的仓储费 你还没给我结账呢 你就算了 行吧 你看我这个人多大度 是吧 集甲方之所及 是吧 一直帮甲方着想 甲方还很开心 一群韩国的哥们 又请我吃又请我喝的 解决了最大的问题了 是吧 头疼啊 你说扔没地扔 运回去成本极高 放在这成本还高 怎么办 卖给我 充底了一年的费用 一天两千一个月 六万块钱 一年七十多万 那么这一万多台啊 平均你算算 一台才多少钱啊 是吧 七十块钱 七八十块钱 不到一百块钱呢 那么我说这批 洗衣机质量好 好到什么程度啊 就是现在的洗衣机 可能你一拳下去 一脚下去 就能把外壳啊 踢个洞砸碎了 那么九十年代的这批 韩国的洗衣机 它的外壳 就是白色的塑料 特别好的一种塑料啊 大概是要有将近五毫米 够厚了吧 你别说一拳拿大锤给你砸 你可能都砸不裂 所以大概有个十几斤啊 然后这个是当时我记得是 三十几块钱一公斤是四十几块钱一公斤的 你就是非常好料 然后它的电机 现在的电机这么大功率好了吗 科技含量高了 九十年代的洗衣机电机这么大 然后双桶的两个旁边还一个小的 两个电机里拿出来的就是整机去卖 你联系一些国内的洗衣机厂商啊 它到零几年的电机的水平也没有韩国九十年代的那么好 明白吧 质量啊 包括它里边的铜含量啊 这个我就不管了 咱俩聊一下多少钱一个 多少钱一个 我这给你打包拿走 对吧 我卖二百块钱一个啊 一百五一个 你这全拿走 你爱怎么拆 爱怎么弄 我找个收费品的就完了 里外里一算 我用一年的仓储费解决了甲方最大的一个问题 然后我自己又多赚了一年的仓储费 这个呢 就是在很多的经济倒退期的时候 你想赚钱其实还是有机会的 那这个机会呢 就是什么时候这个商品或者这个东西 它跌成了负资产的时候 哎 差不多了 是你可以下手的时候了 当然这个负资产啊 不是现在的这种 说是成都啊 武汉啊 甚至刚报完诈的 燕郊啊 这类地方总会有 能听说 这是南京还很多 应该就是 就是房子直接给你 直接过户 我已经还了三年了 还了五年了 你也不需要交手付了 你只需要把后续的贷款帮我还了 我就不要了 白给 在中国的语境叫白给 怎么可能啊 这个东西你是觉得是超着便宜了 还是接了一个锅呀 如果他能够扛得起 如果这不是一个负资产的锅 不是一个坑 一个雷 我傻呀 给你 对吧 刚刚聊完 我如果发现啊 这是超级的机会来了 我告诉你 对吧 是这个道理吗 你说他就是告诉你 老乡来吧 便宜 你帮我还贷款 我都还了多少年了 我都还了多少万了 这房子肯定能张 你信吗 是吧 所以什么时候这个房子 就是像东北 我们黑龙江 辽宁 吉林 就有很多这类的房子 跌到什么程度呢 免费住 明白吧 他过户 你没人那么傻接盘 怎么办 然后他自己还要交着物业费啊 什么取暖费啊 这个特别北方啊 取暖费很高的嘛 南方呢 物业费也不低 是吧 然后每年还要维护几次吧 这些费用他都赚不出来的时候 他求着你来我家住 你只要负担这些费用 这个时候 他的整体价值 或者房产的整体价值 就跌到了零 还没到抄底的时候呢 还距离负资产 有那么一点点的距离 是吧 这一点点到底是啥呢 对吧 这玩意儿老王爷就不知道了 知道的话我也不能胡说 万一说错了呢 万一 哪一天跑过来一个告诉我 老王我就听你的 你看现在掉坑里了吧 你看我扎正 我也不能 我也陪不起你 是吧 所以 哎呀 就这么着吧 今天也不算幸灾乐祸 也不算老王不厚道 就是就着杭州二手房 取消限购限售这个事 瞎聊一会儿 是吧 瞎聊一会儿 好吧 就到这 拜拜 你学会了吗 哈哈哈 实际上 感谢观看